国民党中央党部您好 第一大早国民党志工服务中心电话没停过 原来是前一天宋楚瑜又接受访问 大谈亲民党提名要拼国会席次 亲民党非常清楚地表明过 我们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会希望在立法院能够成立一个党团 至于个人和其他的事情 我们还在做全体的斟酌当中 人不一定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三不五十释放讯息让国民党又紧张又感冒 黄复兴党部赶忙故庄 请跑眷村希望铁票不要因此松动 一个重大的一个选择 我们当然要努力不是故庄 我们要跑透透就希望国民党 一方面要加强文权 一方面要团结了 不要分裂了 大家要规券都要出来投票了 这个不可以听得到的嘛 我们到团结现场 当然有很多人反应 固装专案营造危机感 让基层开始凝聚 国民党也展开沙盘推演 对亲民党的动作容忍度底线 究竟在哪 最后如果说他们已经都登记了 那当然就是没有机会 不过我们都进行在沟通努力当中 那如果登记了 登记了恐怕就只能够 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 见实是分适合一翻两瞪眼 国民党表态最后底线 但登记之前还有多少桥的空间 亲民党还在校正阶段 也在观望 硬碰硬的胜算有多少 这是陈一帆台北采访报道 林委员所以这段时间这个纷争 宋水这事情反而对马英九是好的 连建村票都会来犯单选票反而零去的吗 我那个选区大概有一个是 不仅是台北市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眷村 是在我们那里 七个里 那个随便开票的话 蓝营率都要赢到八九千票 以前真的对马总统有很多批评 譬如说陈水扁还在外面 爬爬罩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陈水扁贪污这么严重 怎么都会不坐牢呢 所以很多的批评 好像陈水扁进去了声音少一点 但是还是有 就觉得说马总统你很多事情 都没有处理好 骂的声音也很多 可是这阵子是真的比较淡了一点 就是说他们有一种新的焦虑 取代了他们对马总统的不满 所以他们觉得马总统虽然做得不好 而两岸关系至少很平稳 回家可以直航 不用换飞机是不是 那这个整个两岸的气味 变得非常的和谐 来那么多路客 在台湾买了不少东西这样 所以他们觉得 现在他们的焦虑就是说 马总统这样一个政策 如果民进党当选 这样的政策是可能被推翻的 两岸关系又要变得非常的紧张 又要变得非常的对立这样子 那他们觉得如果是宋楚瑜先生 出来选总统的话 那马英九几乎 笃定就一定会落选 所以他们有一种新的焦虑 这样的焦虑就取代了他们原来 对马总统很多的批评 很多的不满这样子 所以现在最重要是说 现在没空骂马英九了 对不对 现在整个泛兰那个焦虑 就是等于是打电话骂宋楚瑜 所以等于泛兰的票 又跑进马英九那边 对 如果这样子真的让马总统 在这个蓝军 对于深蓝这一块那个票 直接起来 我不晓得宋楚瑜 什么感想 怎么变成这样 不过 刚刚林芳文讲说 如果宋楚瑜参选 马英九一定落选 这点我是比较保留 比较保留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我相信选民 不管是在总统选举 或是区域立委的选举 我在友台也是这样讲 齐海兄 可以解议我 你又当推手 人家就是害怕 所以现在票就跑回去了 我那时候讲 说投给亲民党 等于投给民进党 投给亲民党 等于投给民进党 在一对一的这个 这个对决的时候 你亲民党跳出来 那你投给亲民党 等于投给民党 我寄希望 我对真正人物 没什么期待 可是我认为广大的选民 包括绿军的选民也是一样 他们也遇到分裂过 杨秋新跟陈菊分裂的时候 他们票全部集中给陈菊 他们有人会跑去 投给黄昭顺吗 当然还是有人会投给杨秋新 但是主要杨秋新得到的票 都是黄昭顺的票 这大家公认的 这还要做什么选举研究吗 我大学毕业 我都看得出来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选民 知道说 现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要怎么选举 要怎么选举 不管是在区域立委 还是状况 你要怎么投 你说我觉得他以前 对我很好的投他 可是你明明知道 他不会选上 他是来乱的 他是来修理这个 他的政敌的 他是来报复的 那你投给他 那你投给民进党 那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选民会自动把票集中说 这样不行 丁盖选举的时候 就是这样连政跟宋楚瑜 结果让阿兵做总统 大家更好备你 那这样的一个教训 这么多次了 齐卡兄我的结论 我认为选民都会了 蓝的绿的都会了 而且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邀老师 现在宋楚瑜这些动作 反而等于是帮马英九助逐选 把他票赶回去马英九那边 建村票都回去 对于这一点 我跟会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再怎么棄保 我对于马英九会落选 如果从先生选 马英九会落选 一点都不保留 输定了 再怎么棄保 宋贤在台北五万票 全国四五十万票 现在蔡英文跟宋贤 马贤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 没有到达安全的系数 再加上 这一次应该不止这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我在讲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马上回来进去讲 马上回来